你之前有接触到马吗 养马还是比较难的 如果没有马的话 我想象不到 我怎么能够抵达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步 马这个动物 当我见他第一眼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种 跟别的动物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跑起来了 就想到了 古代的英雄坐在站马上面 特别有一种吸引男孩子的 英雄主义的感觉 我就梦想有一个庄园 有好多马在后边 马是我的心里边的一个愿景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2015年 第一次来 那时候还没有毕业 我学的专业是兽医 在学校里面就接触到马这个动物了 毕业了之后 就想去一个马多的地方 之所以叫天马故乡 一定是这里的环境 特别适合马的生长 马对环境 相对于其他的牛羊这种动物来说 它更挑剔 如果这个水是脏了 那牛是可以喝的 但马绝对不喝了 它需要非常干净的水草 这边 这边出发 这就位 预备出发 我们坐这个马背旅行 解决了这个全域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当你越野车上不去的时候 那么我们只能骑马了 我们店的阿赫牙子大峡谷里面 有很多神奇的植物 冬天有一个植物叫鬼剑锦基尔 它就长得很高 有刺儿 再加上下雪 给人一种真的闯入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境一样 这里的生态环境真的特别好 是全新疆没有荒漠的县 我觉得这一是非常重要的 又非常有价值 又是沉甸甸的责任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原因